你又在看youtube? 叫你練球的吧? 不過隨便吧 早兩天我上網找網球東西看 見到有人找網球教練 那不如我今天分享一下 我找網球教練的看法 打得好找個教練 打得不好找個教練 將極了愛情 我個人周不時都會被一些想學網球的人查詢 綜合大家問我的問題 我發現最常問的有7點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講 你有沒有教練排?那就當然了 第二,你教了多久 第三,你教不教小朋友 第四,你用英文或者普通話上課行不行呢? 第五,幾個人一起學行不行呢? 第六,可不可以在哪裏哪裏 什麼時候打? 還有最後,問你收多少錢? 主要就是這7個問題 那我現在跟大家逐點講一下 首先第一點,網球教練排 在香港可以考得到的網球教練排 通常我知道的就是三個 第一個是網球總會和ITF搞的 第二個是USPTA 這個美國職業網球協會 第三個是USPTA 職業網球教練協會 這三個機構在香港都有一些教練證書課程 第二點 教練的資歷就看你自己喜歡 教了多久 跟他的質素呢? 就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 當然,教得久的教練 經驗好些 可能很快就沒得熟 但是新手,新教練 他可能有些新的東西可以教你 自己喜歡啦 到時再選 第三點 你教不教小朋友這一點呢? 我想每個教練都跟你說 他是什麼人都教的 第四點 可不可以用英文或者普通話上課? 現在在香港是多了很多外籍人士 或者國內的小朋友 或者讀國際學校的小朋友 不是講英文,講國語 一般上課,簡單英文 大部份的教練都應該應付到 簡單普通話 如果你不是跟他交心的話 應該不會有很大難度 大家溝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第五點 就是可不可以幾個人一起學 我自己 就通常不會多過四個人 在同一個角度的 不計我 但是有些教練是擅長 常常一個角度 八到十個人都可以 看你自己想要什麼 你跟幾個朋友一起打 就比較多 你可能自己喜歡打 打多一點 一個人 那些教練 應該 兩個到四五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第六點 時間、時間、地點 每個人都想選擇自己最適合的時間和地點 那教練呢 就很多時候看看有沒有場地 因為香港場地有限 最難就是場地 有場地之後 就看看教練自己的時間 就不就 就到大家夾到就可以上課了 最後 多少錢 那我自己不要說了 上網看 現在外面可能大家收緊 五百到八百元 一個中一課 中間有沒有一些出入 就個別教練 以上就是 我對那七點的了解 那現在就試試 由我教練的角度 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去找一個網球教練呢 首先 你學網球 你有什麼目的先 那我自己的經驗呢 就通常分三種人 第一種 他只是想試一下 他沒有玩過的 試一下打一下而已 甚至連球都沒看過 什麼都不懂的 第二種 他可能本身打開的了 時間長短不一定 總之他打開 但是呢 他又可能沒有緊腳 打的時候 又可能想找個教練 教練少少少東西 又不想練得很辛苦 那樣 當作弱腳也好 當作穩長也好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他又是打了很久了 他覺得 他自己可以打得很好 他應該要打得好的 他就找個教練跟他操 將他一些 可以打得好的東西 發揮出來 以上就是我見到 找教練的人 大致分三種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三種人應該找什麼教練 那我首先講第一類 第一類的朋友 白紙一張 只是想試一下網球而已 我會提議他打這些網球班 因為這些網球班 比較輕鬆 人多一些一起打 那他收費會便宜些 他容易認識到一些程度差不多的朋友 可以約出去一起打 那你輕鬆鬆地玩完 又約出去打一下 那是很適合伸手的 不過他也有辣又不辣 他的缺點就是 你人多一起上 教練分給你的時間 就一定會少些 如果你是心急 想快點掌握到網球的一些技術 那這個未必適合你的 第二類的朋友 他可能有一定的網球經驗 那他打網球 可能只是想為 享受網球的樂趣 他未必想一些很激烈 很辛苦的訓練 其實打班也很適合 但是他比起第一類 新手的朋友 他就多了一個難度 就是在班裡面 他們那些同學仔不是新手 可能程度有些參差 有時候的訓練 是超出了他的技術 如果他是比較差的那個 有時候如果他是比較厲害的那個 有可能那些訓練 對他來說太簡單 有些悶 都不頂 那這類朋友打班 他可能就要靠一些運氣 因為外面那些同學仔 沒得選擇 這樣的話 如果他有一些朋友 差不多程度的 或者可以自己組一班 約教練去上課 那就比較容易 制定到一些 適合他大家差不多程度的人的 一些訓練 那麼 上課上來 大家吸收學習的時候 就會好些 那來到第三類朋友 他可能跟第二類朋友一樣 有一定的經驗 但是這一類朋友 他可能 他多了一種目標 他有些鬥心 可能想征服某些技術 或者他想出去打比賽 那他就真的需要一個私人網球教練 因為他可以把他的要求 告訴教練 由教練 訂一些課程 練習給他 讓他達成他的目標 同時這些朋友 如果他打班 他很難 練到他想練的東西 因為他需要更加多的時間 對著教練 那麼他找個教練 教練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跟著他要求去做 可以跟他比賽 可以教他一些戰術 或者跟他說一些心理 球例之類的東西 那麼這些呢 團體 小組班 會比較少做的 那麼這類朋友 那麼我就建議你 找個私人網球教練 那麼以上 我綜合了三大類的朋友 我都說了 那麼應該怎樣找你的網球教練 或者是網球班呢 除了上網之外 其實你可以到球場看的 因為那些教練教球 你在球場邊看 是任看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上課的模式 甚至乎你看到教練的技術 那麼你可以選擇你心儀的教練 那麼他下課 你就走過去問他約時間 或者 你連這些時間都沒有了 你看看有沒有朋友介紹給你 因為你朋友 你認識他 你朋友介紹 你大約有個抱 知道是些什麼人 萬一 課不對白 你會追究你朋友 不過 找網球教練 沒有你想得那麼複雜的 因為網球教練 多數是 逐次收費 我們不是搞健身 不用一次給一年錢 不對 就換吧 換到自己對為止 祝你找到一個 合適你的網球教練 再見 拜拜 如果你真的連朋友介紹這條路都沒有 你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介紹些師兄弟給你認識的 再見 如果你想你的正手打得狠 反手打得穩 那你就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like and share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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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